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创始人 因为我是鼓手 我自己本身也做乐队 我是在明迪学鼓 然后后来到武汉组建的乐队 中文字幕志愿者 其实是纯粹是为了给自己的乐队找一个演出的地方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演出的地方 但是呢 你在武汉又有这么多的乐队 也有 而且大家都玩得比较好 你如果没有一个演出的地方 其实这些乐队可能 也就是玩个两三年 三四年 就解散了 沃克斯可能在武汉 它像是一个 就是大家接触这个摇滚乐或者独立音乐 一个出口或者说是一个平台 在武汉没有完全恢复的时候 解封的时候 就是你 像我们这个 就是你不能营业嘛 影响其实就是大家都差不多的 其实你没有工作 你就意味着 你其实没有什么收入 我跟同事们聊都是 就首先是我们自己的心态要正确 就说白了就是只要死不了 你就还有机会 你就还可以去做你想做的这些事情 对我们没有 其实没有什么想的太多 谁都有困难 说实话就是沃克斯之前遇到的困难 跟这个比这个可能还难的都有 当时我们的所有的同事 都会照常的发工资 但是我们的工资可能会减少一个部分 因为4月8号 其实基本上就已经解封了嘛 解封以后呢 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开门 不能营业 后来到5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在慢慢开始 但是你不能做活动 真正沃克斯开始做 能够正常的去做爆批的 这样的演出的时候 其实是在9月份 现在其实是基本上 恢复到正常的状况 跟以前不一样的 就是肯定是戴口罩 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还是我们会量体温 我大概两周一次 然后就是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返校之后可能有六七次 确实 我自己不太大一次 有演出基本上就会来看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娱乐的活动 就是是我生活让我能开心的一种方式 比如说可能现在又到年底了 它有没有这种反复的这种可能性 其实谁都不知道 我们会有点紧张吧 就是因为其实疫情对我们这个行业的影响 其实是最大的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公共娱乐场所可以说是 所以就会有一点就是会不会又开始管控到特别的眼 我觉得疫情期间对于做音乐的人来讲 有时候你看其实好像感觉好像反而是个好事 其实做音乐真的是它每一年 它其实有至少有一半的时间 都是安安静静的 就是待在自己的那个地方 去排练啊 去创作啊 唯一可能受到影响就是你不能出去巡演 因为对于做音乐的人来说 做音乐队的人来说 巡演它是可以获得很直接的一个 一个获得收入的一种方式 沃克斯也在武汉每一年都在做这个 武汉之声的这个唱片 这是我们第八章的这个武汉之声 其实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设计 就是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这个是就是建那个火神山方船音乐的时候 然后这些挖掘机啊什么的 而且这里面所有的乐队全部都是武汉的乐队 就是所以它叫武汉之声 因为我们每一年都在武汉会去发现 武汉的这些年轻的这些音乐人 其实武汉的整个的这种音乐氛围还是挺好的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新乐队能够有更多的机会 去做更多的现场演出 因为现场演出一定是推动着这个乐队 持续地往前面走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 我们下期见